我们现在来到了西班牙 这是那个摩尔公园是谁 高地嘛对不对 高地设计师设计的 这一个店是有低销的 哎呀怎么是中文呢 这不是西班牙吗 进入这个摩尔庄园内部 他这个地方的设计 廊道设计又有一点那种 宗教异味 这个廊道 回教国家 忽然之间又来到 从西班牙来到了回教国家 但是他有一些柱状体的设计 真的还蛮像西班牙高地的那个摩尔公园 要花钱盖出这样子的建筑 其实也是要花点心思的 从这角度看真的还蛮像的 他连这个落水道都有做 这边应该是本来要水冒出来 沿着这个水道往下流 不过维护起来应该是很困难 那建筑的内部啊 就比较不像高地的设计 只有外形 这样是有点可惜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建筑最有问题就是老是会看到这些奇怪的东西吗 就没有收好 收尾没有 还会有一条绳子 什么就缠在这里这样 不然它是仿得有点像啊 以某一看的程度来讲 这就是摩尔庄园 在云林斗六 有经过的可以来看看 我们又花了几分钟来到了斗六云中街日式聚落 这边有很多日式房子 而且还有一些商店 那都是一些日本老房子耶 好有趣哦 这边的就比较旧一点 那今天不是假日 所以商店也都没有开 有开商店的就是这一区嘛 左边这边就是比较破旧了 这一间卖文创用品的有开 就这一间有开 这间位在草坪中间的咖啡馆 好惬意啊 看起来就是很舒服的样子 来喝杯咖啡吧 这是内部的位置 超可爱的 我觉得坐那边 嗯 有猫就是可爱呀 睡得好舒服 还吹电风扇呢 还有这种小角落的空间 好可爱哦 这里 这个位置不错耶 你可以吹电风扇好不好 看起来就行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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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爽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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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